美國總統拜登宣布 對中國的商品 特徵新的關稅 而項目是鎖定在電動車 半導體還有太陽能板 以及醫療用品等關鍵產業 知情人士就透露 中國電動車的整體關稅 會從現行的百分之二十五 大幅提高為百分之百 來保護美國產品的競爭力 設在密西根州里 渡尼亞的一家汽車測試 以降低成本諮詢業者 Caresoft Global 透過設在中國的辦事處 購買了一輛比亞迪海鷗車款的電動車 將它拆解分析並進行測試 曾在通用汽車公司擔任總工程師的 沃伊喬斯基表示 這款車是向美國汽車業 吹響的號角 美國汽車業在設計丁成本 電動車方面落後於中國許多年 比亞迪這款小型低價的電動汽車 駕駛性能良好 相同購益的車款在美國售價 要高出它三倍 比亞迪已經在加州設有生產電動巴士的工廠 並一直在墨西哥尋找合適的設廠地點 以利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變 讓產品免關稅 消亡美國市場 為了阻止中國電動車入侵 美國政府除了不斷向墨西哥當局施壓之外 知情人士向媒體透露 拜登將對中國電動車 課增百分之百的關稅 今年第一季為止 中國消美的電動車 只有VOBO與吉利汽車合作成立的 即興Polestar 數量在兩千兩百一十七輛 即興執行長英格拉斯上個月 向路透社表示 計畫要提高產量消往海外市場 目標設定歐洲佔百分之四十 美國百分之三十 亞太地區百分之三十 據瞭解十四號將公佈的新一波關稅 還將保留川普政府時期 對價值三千六百億美元商品 開增的懲罰性關稅 除了電動車之外 項目還將鎖定半導體 太陽能板 醫療用品等關鍵產業 公視新聞王滬編譯